恭喜各位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福寿无疆 万事如意 你知道 今年 多新年 就为就是这种祝贺词到处响起 是否能够意义的美梦成真吗 上帝说 能 因为祂是赐福的上帝 而且祂有能力 祂也愿意这样做 就看看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 那你说 各样美上的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无论是地上的或者天上的福气 都是从上帝而来 上帝的赐福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白白赐给我们的 就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赚取到这救赎的恩典 另一种是附带条件的 比如 诗篇128第一节所说的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 便为有福 敬畏耶和华是人得福的大前提 今天的信息题目就是 敬畏神必蒙福 我们要从诗篇128篇来看 神是什么福给我们 还有谁能蒙这么大的福气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28篇 请 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这里我们看到神赐给我们的 一年串的祝福 请和我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们要从你的话语中 学习蒙福的属灵原理 求圣灵帮助我们 拿出勇气 决心来追求敬畏你 爱你 并且遵行你一切的教会 寻求你的喜悦 远离二世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敬畏神必蒙福 我们要看两个大点 蒙福的途径和蒙福的结果 我们要看蒙福的途径和结果 首先 蒙福的途径 经文第一节就说很清楚 凡经为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 便有福 另外 在生命纪十一章二十七节 摩西也这样说 你们若听从耶和华 你们神的诫命 就必蒙福 保罗在《遗福所书》 第一章三到四节 说上帝在基督里 赐给了我们天上各样 属灵的恩福 早在创世界以前 他已经在基督里 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眼中 成为圣洁无瑕的人 敬畏上帝 遵行他的道 是蒙福的大前提 神要我们敬畏他 不是因为他专制 他独裁 不是 而是要我们蒙福 这里的福字 在圣经原文是指快乐 快乐的意思 也就是说 敬畏神的人是最快乐的 如果你要得到真正的快乐 首先你要懂得敬畏 耶和华 敬畏这个词 在圣经原文是 畏惧或惧怕的意思 这是对神 一种虔诚 一种虔诚的畏惧 是建立在与神 正确的认识和关系上 尤其是对神的圣洁 威荣和全能 尤其的肃然起敬 从心里要敬畏他 要顺服他的皆明 当我们与神 同行了一段时候 很自然的 心里就会敬畏神 因为经历到他的奇妙 他的伟大 你就会要顺服他的诫命 爱神 怕神 和遵行他的旨意 这是敬畏神的三个元素 三个要素 这三个要素 不可以分割的 我只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是三个都会有的 听听神怎么说 敬畏耶和华 使人远离罪恶 接受我命令 又遵行的 主耶稣说 就是爱我的人 爱就是遵行上帝的命令 你不能说 你爱上帝 却不敬畏他 你不能说 你敬畏上帝 却不遵行他的旨意 再来 你不能说 你爱上帝 却不敬畏他 你不能说 你敬畏上帝 却不遵行他的旨意 除非你心里爱上帝 愿意完全地顺服他 否则 你还没有完全地 来学会敬畏他 让我们自己问自己 是什么使你跟我 能克服自己那自私的情欲 放弃追求世界的种种好处 来跟随耶稣 爱神和爱人 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爱吗 真言第三章第七节 说要敬畏耶和华远离二世 没错 敬畏是信徒顺服神的诫命 的那个推动力 同时顺服神 也是基于我们对神的爱 约翰十五章第十节说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主耶稣说 你必藏在我的爱中 还有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说 因为我们遵行上帝的命令 就是爱上帝 他的命令并不难遵守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 遵守上的命令 为什么学习 怎么样敬畏他呢 上一周 蔡德荣长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什么是培养 或者超念敬全生命的准则 那就是神在圣经里的话语 神已经把一切我们生活所需要的 我们需要知道所遵行的 我们信仰上的要遵守的 都写在圣经里 叫我们能够知道之后 才能够遵行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遵行呢 听听大卫王 他是怎么样超念自己对神的敬畏 诗篇119第10到11节 他说 我全心全意地寻求你 求你不要让我偏离你的命令 我把你的话语珍藏在心中 免得我得罪你 把神的话语珍藏在心里 昼夜思想 当然就会帮助我们遵守神的旨意 我们看过敬畏神蒙福的第一点 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大点 蒙福的结果 第二到第六节 让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 是如何蒙福的 经文第四节说 看啊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 怎么样蒙福 经文指出三方面的福气 第一 就是生活自福 第二 家庭自福 第三 灵性自福 我们来一一地看 这生活自福 家庭自福 跟灵性方面的福气 生活自福 第二节说 你要是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 事情顺利 事情顺利 这是敬畏神的人 个人的福气 工作自福 还有生活顺利自福 这是上帝要赐给我们 敬畏祂的人 工作自福 第二节说 你要吃劳碌 得来的 要劳碌才有得吃 哪里有福气 你有所不知 能够工作 有这个能力 而且有这机会 刚才主任牧师说了 神赐给我们生活 种种的机会 这是蒙大福 难道 中日躺在床上是福吗 是 是 你看这个福字 你的福 我们一直说福 有几个笔画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十四个 然后有四个部首 第一个就是神的部首 那个神的部首 另外还有一口田 对吗 十四个吧 好 神的部首 是指万福来自神 所谓福从天降 因此 敬畏神 是蒙福的开端 这个神制 还有 这个福制 除了神的部首 还有另外三个 一口田 意思就是 神要把 工作的资源 赐给我们 当然我们 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 我们退休 我们来享福 但是 退而不休 还是有更多的时间 来服侍神 服侍教会 服侍人 神就赐给人 一口田 Excuse me 新加坡不更田的 没有意思就是 给你工作的精力 头脑 等等的 让我们能够 自食其力 然而 在先进 不公平的社会 有时 做牛做马 工作的成果 那个功劳被人 被寄生虫 夺去 不怕不怕 因为神说 凡敬畏他的人 就要吃 劳碌得来的 因为神要保守 我们劳碌 所得来的一切 不让那些 想做 想其神的人 夺去 当然 享受 劳碌得来的 不是说 我拿了工资了 我可以去开心 大吃 大快乐 神要我们平衡 享受 劳碌的果子 不要说 哎呀 我赚一千块 我收 九百九十九块 不要啦 要让 自己享受 但是 也不要 不要浪费 省着用 张敏成长说 省着用 他给我 那个股本 省着用 说笑话 神要我们平衡 享受 劳碌 所得来的果子 还有 管理 好好管理 我们所得到的 这是神 赐福给我们 敬畏神的人 不但享受 事业 有成 还要享受 生活 顺利 自福 人生 不如一事 时常 十之八九 所以 我们尤其信念说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 人人都有盼望 但 人人都没有把握 我们是一个住院 在 神里 我们能够有 这个把握 因为 唯有 神居首位 人的生命 就有 这个把握 而且 不是 如自己的意思 刚才 诗歌 我们唱的 就是神的意念 是叫我们 蒙福的意念 神的意念 对我们 是最好的 好 举例说明 在 旧约 圣经 约瑟 Joseph 约瑟 是一个 敬畏神的人 但他一生 遇到很多阻碍 困难 在幼年的时候 因为哥哥们 妒忌他 就把他 卖到外地去 到了埃及 在 破底凡的 家为奴 后来又 被那祖母 看上 来诱惑他 他不听从 就诬赖他 让他下到监牢去 但是在监牢 神还是 与他同在 一直 祝福他 不管他在哪里 神就赐福 给他的关系 他手中所做的一切 他在监狱 眼中蒙恩 给他很大的空间 来做事 因为他们看到 这个人 有神的同在 他凡事 兴盛 就让他去做吧 在创世纪 39章 二节 那你说的是 神与 他同在 他就 百事 顺利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福气 那约瑟呢 最终成为埃及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的宰相 上帝还使用他 在全地 进入 大饥荒的时候 神给他 智慧聪明 之前就 储蓄了 很多的粮食 拯救了 千千万万人的性命 包括他父亲的 全家 我曾经这样怀疑神过 神啊 既然你说 你赐福给 每一个 敬畏 你的人 为什么 我还遇到这个 为什么这样 不如意 为什么 这个人这样对我 为什么 我丧事 为什么 我曾经这样 怀疑上帝 上帝 是不是我不够 敬钱 我的敬畏 不达标 或者 你的应许有问题 后来 我才发现 不是 过了很多 很多年之后 我发现 原来上帝 是用我 过去 那个负面的 精力 来赐福于我 来帮助我 信靠他 并且 神还给我 一节经文 在耶利米书 二十九章 十一节 神向我说 我的计划 不是要 降货 给你们 而是要 赐福给你们 使你们的 未来 充满希望 我活了一把 年级 现在我对未来 很多很多的 希望 印着 在主里面 让我分享 一位牧师的 例证 在一九九七年 成一号牧师 九岁的儿子 突然 脑溢血 生命垂危 那么在很多人 拨雀的 祷告之下 孩子竟然 活下来 但是要面对 长期间 很吃力的 这个 复健 在过程中 陈牧师 没有埋怨 他还 感激 神 让他看到 生命的 脆弱 在困难中 让他 经历到 神的 同在 和扶持 因此 他就 写了这首 我们常唱的 诗歌 耶和华的心 我们来哼两句 好不好 我断气 不是 我断音 我断音的时候 你可以帮我 来来来 一二三 耶和华的心 是平安的一年 一生一世 他定义 永恒 典为你冠冕 耶和华的心 是赐福的一年 一生一世 他已经寻了 爱永不改变 当你遇苦难 他渴望 与你 共承担 试探中 他要 他要更新你 是够用恩典 又伤 与愁烦 他渴望 为你来舒缓 唯愿你 全心交托 寻求 他的荣面 唯愿你 全心交托 寻求 他的荣面 敬畏神 的人 不但 个人 蒙福 他的家庭 也必 蒙福 在第三节 家庭 是神 重视的 一个重要的 结构 在家 家是每一个人 一生中度 最长的时间 与家人 关系 是最深厚 还有 影响我们生命的 个人的生命 最大的 一个地方 家庭 是塑造 个人 及 价值观的 地方 敬畏神的 家庭 把 敬虔的 价值观 和生活方式 传承下去 后代 曾经就有一位 美国的 社会学家 做了一个 家庭的 研究 他 选择了 在同一个 城市 两户人家 一户是 牧师的 家庭 一户是 一个 罪犯的 家庭 从20世纪 到18世纪 在这 差不多 200年的 期间 就 最说 这些孩子 他的后裔 这两家 后裔的 近况 那这位 社会学家 就发现在 牧师的 后代中 在那200年 就有 14多位的 大学 校长 百多位的 大学 教授 百多位的 律师 30位 法官 60位 医生 百多位的 传道人 或者是 神学教授 还有 60位 还是 作家 在罪犯的 家庭 他发现了 有300多位 是职业 乞丐 就是与 逃犯 为生的 400多位 应犯法 而导致 残废 60多位 小偷 130多位 是坐过牢的 另外 还有 七名 杀人犯 这里 我要 声明一下 我不是说 只有牧师的家庭 才蒙福 罪犯的家庭 注定 一直摔墙下去 这不是圣经所教导 我们 神说 在耶稣里 我们是信造的人 只要我们有敬畏神的心 悔改 跟随神 我们的生命 就是蒙福的生命 我要强调的就是 家庭的环境和父母 对儿女的教养 影响到儿女 甚至儿女的儿女 价值观 生活方式 等等 我们就是像我们的父母 说来 教养儿女 真的不是简单的事 真的需要 神赐福 跟给我们指引 若要衡量一个家庭 是否是蒙福的家庭 圣经说 不在于这个家庭 是否富有 有钱有地位 最重要的原则是 这个家庭 是否是敬畏上帝的 因着敬畏上帝 家人相亲相爱 彼此宽恕 家庭蒙福 是建立在敬畏耶和华 这就使人必蒙福了 你想知道 敬畏神的家庭 是怎样蒙福吗 在第三节就提出 其中两方面的福 就是 你妻子在你内室 好像多借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围绕 你的桌子 好像 肝囊栽子 圣经用了 多借果子的葡萄树 来形容 敬畏神的一家之主的妻子 他就像 多借果子的葡萄树 葡萄在圣经 是象征 富裕跟平安 但葡萄树 需要在一个很安稳 一个很稳定的环境 才能够成长 才能够借果子 那么 妻子在你的内室 这个内室 就是指一个温暖 安定的环境 不是一个吵吵闹闹的 一个战场 还有 神如何祝福 敬畏他的人呢 OK 这里 第三节也说了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肝囊栽子 这是一幅 全家福的画面 妻子贤惠 子孙满堂 心爱的人 大团圆 一起用饭 多么喜乐 多么和响 还有活泼的一个景象 在现今忙碌的社会 父母儿女一起吃饭 也不是经常能够有的 不是时间不配合 就是很忙碌 要做工 要加超时工作等等的 有时我们家人一起吃饭 好像吃自助餐 每个人到桌面上 你自己要吃的 放在你自己的碗 跑到一个角落 一边吃一边做自己的事 看电视也好 玩手机也好 跟朋友谈性也好 一起吃饭 但是神就是说 就是敬畏他的人 儿女要围绕你的桌子 然后就像甘兰栽子一样 你知道甘兰树在以色列 是树中之王 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树木来的 在圣经中 甘兰树象征神所喜悦的人 甘兰树象征神所喜悦的人 我们敬畏上帝 我们的儿女是神所喜悦 因为我们把敬畏的价值观 传给我们的儿女 儿女是神赐给父母的 一个重要产业 让父母细心地关爱 培养我们的下一代 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儿女 怎么办 不要紧啊 我有很多属灵儿女 我去疼爱 去关心 帮助我属灵 在耶稣里的儿女 能够着战地成长 敬畏神 爱神 敬畏神 不但我们个人蒙福 家庭得福 还有一个更大的福气 那就是灵性方面的福气 看看经文128第5到第6节 那你说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 这个西安是指神所在之处 神的施恩宝座 也指就是新月的基督教会 我们在神的家 我们在神的家是做肢体 做神的儿女 神的爱 神的福气 就祝福教会 从教会来祝福我们的生命 还有我们的家人 甚至我们的社群 还有我们的国家 愿你的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耶路撒冷圣城 也是让我们看到 神赐福给教会 给我们的地方教会 给主耶稣 全世界的教会 那么神赐福给教会 然后这福气 从教会流到我们个人的生命 我们的家庭 愿我们一起来 爱惜基督的教会 服侍教会 因教会蒙福 还有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哇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的儿女 你要长命百岁 你要福如东海 受彼南山 Amen Amen 好 我要总结了 今天 我们在基督里 蒙恩得福 重新之后 我们的生活 家庭 灵性 各方面 得福满满 求神帮助我们 以敬畏 祂的心 一同进入 2023年 彼此提醒 让神 在我们个别的生命 在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个人的家庭里 居守卫 因为敬畏神是蒙福的开端 使我们享受 送中所做的一切 凡事顺利 我们和我们的家庭 都蒙福 兄弟姐妹 请低头和我一起祷告 主啊 新年 新开始 我们以信心和感恩的心 领受 父神 赐给我们的喜乐 尊贵和有价值的人生 并且在行事为人上 我们追求 和神信义 领受 祝福 愿耶和华 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 笑眼 随顾你 施恩给你 愿耶和华 恩待你 赐你 平安 Amen